伊朗当然公布了一些视频嘛 说打中了打中了 我有打中 然后美国军事专家也说 伊朗至少发射了七枚 注意哦 高超音速导弹 然后在以色列两个空军基地 据说以色列没有拦住任何一枚 这是美国军事专家说的 当然了高超音速飞弹 本来就很难拦截 一枚都没有拦住 所以七枚全部打上去了 然后呢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 然后啊 那最主要是 为什么是这个两个空军基地 因为它都驻扎有F-35 对不对 报仇的概念 五代战机 如果打到了F-35 不但是对这个以色列 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教训 那伊朗就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实战当中摧毁五代机的国家 有没有 就很什么 你懂吗 所以这是伊朗的说法 但是伊朗虽然这样讲 我有打到 然后也公布了一些视频等等 但说实话好像 好像然后呢 好像没什么然后 那你再看以色列的讲法 以色列承认 确实有打中 然后公布这个画面 你看到没有 就地上一个小坑 就地上一个小坑 所以呢 这也是有点在耀武扬威吗 对啦 打中啦 你看就只有这样 还有一个据说是一个 偏远的一个山路 那但是呢 确实承认 没有全部拦下 这是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说 350名导弹 无人机 99%被拦截 也就是说确实 有一些没有拦住嘛 那为什么呢 但是公布了照片 告诉你 就是轻微损害而已 就只有一个小洞而已 那也有军事专家这样讲了 说这个伊朗的策略奏效 因为据说 它的第一波大规模攻击 是先无人机先来 然后这个铁琼就启动了嘛 那铁琼很贵啊 无人机很便宜嘛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才是这个导弹来 所以据说 以色列一个晚上就喷了 13.5亿美元 一个晚上 正式攻击大概四个小时 一个晚上就13.5亿美元 这才是第一个晚上 所以呢 这个成本极其高 这合不合算呢 如果还有下一波 下两波 下三波怎么办 当然这个西方都敢来帮忙 西方没有让以色列失望 所以美国啊 英国啊 法国啊 好朋友都来参与 去击落伊朗的无人机 换句话说 被拦下了这99% 还不全是以色列拦下的呢 还有这些好朋友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然后呢 这个拜登也跟纳腾雅胡 通电话 讲了25分钟 很有意思哦 拜登说有没有 我们的联合防御 让伊朗的袭击失败了 然后呢 他告诉以色列 你被打了 但是你已经赢了 take the win 接受这个胜利吧 然后他也说 美国不会参与任何 针对伊朗的攻击 我们先从军事角度来切入 我问一下张将军 所以你怎么看 伊朗是真打 还是假打 是策略性的打 还是报复性的打 我认为他是验证性的打 验证性 对 他在验证 你看他有高低搭配 这个高超音速非常高 而且他速度快 见证者136是慢 他速度就185公里 高超音速是5倍音速以上 那时速的话 每一秒的秒速都是2公里 一秒钟跑2公里 那见证者136 他的速度只有 一个小时才跑180公里 那就知道了 这是快跟慢的搭配 我们还叫高低搭配 高超音速还包括了 巡运飞弹是略地飞行的 高低搭配 然后快慢搭配 高的有低的有快 快慢都有 对 要验证找出你的死角是吗 对 他在验证 验证怎么样能够让以色列 他的防御的系统是怎么样 这个样子 你看他打了185架的 见证者136 185架 让你通通机会 因为见证者非常便宜 一个见证者64万台币 就是2万美金 2万美金 你打掉打掉 我就知道你打掉 那你要想到 他拿铁穹去打就贵了 所以他是在刻意要消耗铁穹吗 可以可以 为什么你看他 这个伊朗跟以色列 最近的就1600公里 因为中间隔了伊拉克 伊拉克完毕的隔了约旦 约旦完毕才进入以色列 这样长度是1600公里 见证者 他的有效的飞行距离是2000公里 他飞到1600 你看他能够飞去飞到 飞到那边跟铁穹打 所以他在做验证 很清楚在做验证 然后这些 竟然 这是见证者136 这180多架 竟然还有将近一半以上到达目标 所以这第一波来讲 造成多大的伤害倒是其次 对吧 我先来验证一下 你的这个防空系统如何 所以你看你刚刚讲 那以色列是宣称99%被拦截 但是当然这个其他国家也帮忙 你来验证一下 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如何 对这个也看了 美国帮他拦截 英国也帮他拦截 然后约旦 因为他飞到约旦的时候 约旦嘛 伊拉克没帮他拦截 让他过去 对 让他过去嘛 但是约旦有拦截 因为约旦有美国驻军 对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约旦有拦截 拦截一部分 最后我们才飞到以色列 那接着很慢 很拦截 他从进入约旦到脱离约旦 将近两个小时 一个多 两个小时的 我会慢慢的跌他 他慢慢飞 是你看 当然这个 今天有各种讲法 有种讲法 就是说这只是第一级 钱菜而已 对不对 验证而已 先消耗你 那当然也有种讲法 说没有大家都在演一场大戏 那美国高官说 伊朗已经私底下 这是美国讲的 说伊朗私底下告诉美国 所以以色列报复已经结束了 这样就结束了 如果是这样就结束的话 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好像就是在演戏 为什么这样讲呢 说这个德海兰四个小时 看起来像是明目张胆的袭击 但是精心策划 这是一场最壮观的戏 大家都讲好 最后呢 故意要失败收场 来保存伊朗的颜面 我不是不报仇 但是报仇失败了 然后来避免跟以色列全面开战 所以才会选择 在距离这个以色列 一千六百里外的自家领土上 来打飞这么远 对不对 让以色列有时间反应 然后呢 空袭前72小时 也曾经通知了土耳其 约旦跟美国等等 所以呢 彭博认为 这次精心的策划 对以色列打击行动 只是要表明 这个冲突降级的愿望而已 然后你就看到 以色列4月15号 也已经宣布 恢复全国的教学活动 本来全国警报响起 所有活动暂停 包括学校嘛 这么快就恢复了 所以就这样就结束了 对我们可以看出来 另外一个 他这个验证 你看伊朗 他可以用饱和攻击的方式 可以用密集的方式 他没有 他没有实施饱和攻击 见证者136是非常便宜的 他可以大量用 他只用了185架 他今天可以用1000架 他可以用1000架 他不要 他是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报复 跟有限度的验证 他验证要能够消耗多少 以色列的舔球系统 验证要能够消耗以色列 多少的爱国者的飞弹 跟铁舰飞弹 他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从本土就飞 我说要飞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飞行时间越长 那击落的可能性就越高 对越高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就是你讲的验证 对验证 我要验证一路上 找出一些它的漏洞 然后很简单 它也以这个下市对上市 你觉得这个便宜 我就帮你消耗 你要不要打 不打的话 就飞到那个机场上面去炸你了 那要拦截 要拿铁虫系统做拦截 铁虫系统拦截 见证者136的话 没拦截一个亏一个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 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 一起健康下单吧